各位身邊如果有非常好的 一位朋友的話 可以想一下 他在2014年的表現 對你來說 到底帶給你什麼樣子 最深刻的印象 用兩個字來總結的話 你會用什麼字來總結 那當然對方也會送給你兩個字 就是我們今天剛才要做的事情 我們邀請了各位明星好友們 互相贈給對方 兩個字來總結他們 2014年的表現 對 片子五湖四海 真心的應該沒幾個吧 真心的沒幾個大概200個 我覺得這家朋友很危險 他會上天是胡說八道 是 因為你常常不經意的出賣友人耶 但是我的出賣 都往往造成他們很大的一個亮點 他們每次因為我出賣一次呢 通告多接十個 王少偉跟許孟哲是朋友 當然啦 他們以前是一團吧 許孟哲是不是很久沒有來上節目 對 可是你今天再次出現好像 比之前好看一點耶 好看一點 之前好看一點 你到底是要稱讚客人 還是不稱讚客人 要不要決定一下 我剛剛那是稱讚耶 聽不出來嗎 聽不出來 他有一點… 因為他談戀愛 但是我跟妳剛剛跟我們自己講 非常好 沒有… 沒有… 我會這樣畫廟頭 連不像朋友們都要出賣嗎 所以玉琳哥 你是說 我也是在妳那兩百個朋友裡面 對…OK… 當媽媽的人會對於 剛剛的緋聞有興趣猜嗎 非常有興趣 有 真的嗎 媽媽們還有興趣猜 媽媽就是… 媽媽光猜四場鑽起來 去猜這個 媽媽去美容院第一個 拿著全部東西 你現在的生活就是現在 酒精跟八卦了 我覺得 對 小柔要不要猜一個試試看 線上的女生 皮膚極白 我已經提供很多線索 上次那張專輯 搭配寫在一起出的 我當時不錯 你已經提供夠多線索了 好 就這樣了 多了我 多了讓你來講 是不是身材很好的 超好 小天在聊 是他嗎 小天在聊 這個小小聲講 我們這邊都聽到 對 我們全部都聽到 還有 我講個小聲 我說 蔡愛牙 要給你嗎 我覺得我對她很抱歉嘛 因為我開她的名單結果很全 她的哪一個樣子 讓你突然覺得喜歡上她 她很單純 她的性感很好 她的個性很...很單純 她不會想太多 沒有什麼心機 她是 對 所以身材好這件事情 你沒有把它看在眼裡是不是 怎麼可能 在眾多身材好的朋友裡面 是 王少偉送給許莫哲的2014年 總結兩個字是 浪費 浪費 她覺得你浪費了你的2014年 好鬆耶 她怎麼會浪費 好鬆的一個字 減肥 吃東西吃不完 沈溺在肉欲是很好的事情 我覺得很好耶 沈溺 肉欲 疏於工作 是這個意思嗎 沒有 但是 我覺得 這就是總結 對啊 許莫哲送給你的字 會持續到你的一輩子 我...我其實... 我對他送我的字 我沒有太大的期望啊 好壞喔 不是好...不是好字 這也不好啊 我不意外啦... 我不意外... 不是好字 而且是很糟的字 這已經跟嫁禾差不多了 真的嗎 我很擔心 而且趙之目前的狀況看 是很有可能 我覺得以許莫哲對我的交情 他應該會寫孤僻 OK 我可能是孤腳吧 孤狼啦 像他現在很... 他可以怎麼說人家浪費 如果他自己這樣子 他花很多時間在拍戲 然後拍戲總會有休息時間嘛 可是因為他很喜歡戲劇 所以他拍戲以外的時間 他都在... 譬如說窩在家裡看影集 為了改進自己的演技嗎 對 他就是一直在研究這件事情 然後... 可是重點是他也會嘴巴會講說 我覺得我這樣一個人 好像也不是辦法 我應該要找另外一... 身邊要找另外一個伴這樣子 有的時候要出去 然後要約他一起出去的時候 他就說 不要啦 好晚了 明明才九點多 十點 拍戲的時間都比較早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說 我已經沒辦法熬夜了 所以他們每次找我的都是... 就是可能過十二點的 那我可能我也沒有辦法 就是保持一個很好的狀態 我還在那個現場 我可能就會打哈欠 你這段話應該比較 事務李力群來說耶 而且我跟你講 有一次我們大家 好不容易把他拖出來 我們大家去唱歌 然後參加他唱一唱之後 他給我在旁邊睡去 我沒有睡覺 我是打哈欠 打哈欠嗎 我也很習慣 他十二點左右都睡覺的人 不不會其實他自己很照得住 過多彩多歲的生活 懶得理你們 我是也有這麼想過 我希望大家是這樣認為啦 好不好 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這樣 實際上你是孤老是不是 我也沒有到孤老 我只是說暫時現在比較忙 你多久沒交女朋友了 兩年有 兩年 難怪你氣色那麼差 陳大廷 你知道 阿達今天要講你的事情喔 是 講我的事情 追一個女生追不到之後 臭罵那個女生的事情 到底會大料喔 這集好 所以那個女生是業內人士嗎 模特兒 模特兒吧 模特兒 是講出名字我們會認識的人嗎 不會... 今天聊這麼開 我要不要乾脆把那個... 對啦 我想直接講這樣 大概比較好溝通啦 對啊 比較好聊啊 不...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這張專輯的主導的歌曲 就是用他的名字寫的 主導歌叫什麼名字 你主導歌叫什麼名字 美美啊 美美 你對模特兒那麼了解 你應該認識吧 好像... 有嗎 有這個個人嗎 不用什麼什麼 因為等一下誰跟你一樣講的 都跟你的那個模特兒女友有關係 要不然你打電話問花花嘛 我是在等你這句話 坐過來這邊 有朋友了 他就過去了對不對 是過境遷 他今天要大大地聊這件事耶 所以我就跟你說嘛 你真的要帶他來喔 OK的啦 所以你是真的在介意這件事嗎 對 我啊 氣到兩個禮拜都跟我講話 是 因為他一直講這個 人家有的時候會 有的人會當真啊 那尤其是我的 他本來就是真的 沒還當真 我太太的家人看了會不開心 你知道嗎 他講你跟花花的事你比較氣 還是講你跟保母的事你比較氣 都氣 這兩件事有一件是真的 有一件不是真的 兩件都是真的 你再亂講啦 你再亂講 花花那個事件的始作俑者也是她 他帶著小孩去逛花市 然後告訴小孩說 啦啦 你看喔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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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孩回去 看到媽媽 媽媽說今天去哪裡玩啊 那小孩就指了 他媽媽說 花花 花花... 每次亂講 也是 報紙寫成那樣的還不是 那都是你講的 沒有 你朋友都會全部是他一個人講的 真的有戲耶 報紙叫你講的寫 我沒有跟報紙講啦 是我看到報紙 我跟他求證的啦 你講完之後報紙才出來的 放屁 本來就是很臭 好 你跟花花最後分手的時候 有沒有講過那句話 哪一句 她跟花花最後分手的時候 講了一句話 讓花花眼淚噴出來 什麼 她跟花花說 花花 不可能 怎麼講過這句話 我怎麼可能講過這種話 像你啊 那時候那首歌還沒有出來耶 就是因為 你講的那句話 那個林俊傑才得到靈感啊 對... 聖節啦 聖節啦 聖節 聖節 Henry等一下有報紙的機會 我知道你有事情要講 我太多了 她丟臉的事也滿丟臉的 我決定已經負出去了 好丟臉的事 好丟臉喔 沒有想要落破到這個樣子 都會亂編 都不會亂編 不是我在亂編 你講都人話 我講都鬼話 好丟臉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